在封鎖中的方位是最重要的 知道方位在哪裏 你就知道哪裏有好的方位和不好的方位 聽吧 這裡的整個名堂非常重要 重要是要知道它的方向在哪裏 重要是要在外面測試 外面去量它,我們不可以在內面量 因為裡面有很多個的廚場影響它的方向的感 所以通常那些房間一定有一個地方是開放空間的 例如說,這裡就是溫柔的,開放空間 這裡就可以往上樓的地方 所以你就可以找到它正確的飛行 飛行即是說方向 知道方向,我們將整個方向轉移到它的家裏 就可以知道每一個地方的方位在哪裏 我們將好的方位多些容許 怎樣容許呢? 例如放在你的廚房、的座位、 它的麥克風、廁所、 或者是那些空間的地方很重要 而且它的出水位就像你的洗手盆、洗手盆 這些地方是要放在全部好的方位 不好的方位就要確保 剛才我說的東西是不可以在我那裏 當你有在那裏的地方 這間家裏就會使得你費用或使用大了 然後又比較容易心情不會好 或者容易發火 或者有很多這樣的不好的因素 是因為這些磁場影響到你 如果你在家裏就能夠煮得久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